远方的家长江形设置组继续长州的形成 品味长州特色小吃网游圈 一个个的白面满好在游里面 圆梦工作室给残疾人带来无限温暖和帮助 政府就主办这样一个平台给我们 我们这些人就是在社会上就是协商人员对吧 走进中国江写第一村 参加江写评比活动 就是到时候他们就会打电话过来去 远方的家百集系列节目《长江形》第87集 圆梦长州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长江形设置组继续长州的形成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和生态旅游城市 长州每年都会接待众多国民外游客 人们来到长州都会品尝当地的特色菜肴 长州悠久的历史也运营了深厚的饮食文化 在拍摄期间我们联系到新北区餐饮协会的 潘国庆会长 那会长我其实刚从镇江过来啊 像镇江的饮食文化它都深受北方的影响 那么来到长州之后它的饮食特点是属于什么呢 什么菜系 淮阳菜系吗 淮阳菜系是根本 是根基 那么长州菜为什么现在这个全国各地都了解 全国餐饮看江苏 江苏餐饮看长州 那么长州菜确实有它的特点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主要是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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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是长州菜的特点 那个我讲啊就是一菜一味 原则原味 它说本味 有滋有味 这味是我们这个菜品的核心和灵活 长州菜虽属淮阳菜系 但是融合了各地菜肴的精华 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以味道鲜美而温明 此外 长州还有很多传统小吃 也是旧服盛名 潘会长向我们推荐的 就是一道名为网油卷的长州小吃 由于其制作食材比较特殊 如今在长州能做网油卷的地方并不多 我们跟随潘会长来到一家酒楼 走进厨房 厨师们正在制作网油卷 为什么叫网油卷呢 他们现在弄的一个是网油 网油 这个是网油 为什么叫它网油呢 这是透明的 这是一层膜 听潘会长说 猪网油是猪的长细膜 在猪的腹部成网状的油脂 它在高温下会逐渐融化 从而散发出其他植物油难以替代的香味 我们可以看是透明的 这边看到那边都是透明的 感觉比纸还薄呢 对对对对 薄薄的一层纸 所以明明是一道素点心 然后裹了这层网油之后就能吃到这个肉荤的味道了 对 就香了 对对对 除了网油还需要豆沙馅 蛋清和面粉等食材 厨师将鸡蛋清打到发泡 加入面粉调整蛋糊 再将豆沙馅包裹在蛋白里 然后下锅烹炸 您是手在这个里面要不停地旋转啊 这是要做什么呢 保持形状 这完全每一步都只能靠手工吗 对啊 不能用勺子把它划成形吗 没有 网油卷下锅后 还要不断在表面浇上热油 使劲能均匀受热 慢慢炸至金黄 像一个个的白面满到在油里面 要不停地浇 那这样要经过多长时间呢 10分钟 10分钟 所以这10分钟以内 如果任何一个步骤出了差错的话 做不好 做不好呢 55岁的孙华做厨师已经38年 网油卷是他的拿手绝火 看字简单其实 对 只要一个步骤做不好他就吃呗 那长洲人都爱吃这道菜吗 爱吃的多 爱吃的多呀 常吃名菜 长洲名菜 房桌必点 听孙华讲 网油卷也是考验厨师记忆的一道菜 不仅要轻功细作 而且油温火候 全凭经验和手感 如果是新手 即使经常练习 也要一两年时间才能学会 本来下锅的时候 就是大家的样子还长得不太一样 然后经过了炸制一个个滚圆滚圆的 看上去好诱人呢 刚做好的网油卷蓬松饱满 外表呈现浅浅的亮黄色 外壳脆而薄 香气扑鼻 由于肠肉人品好甜食 因此食用时还要撒上一些白糖 网油卷是一道历史悠久的长州小吃 入选了长州十大名菜 走出厨房我们来到餐厅 见到早已等候都市的 长州民族文化学者季全宝 他对长州美食文化有所研究 我们坐下来 想先尝一下刚刚做好的网油卷 这道菜 它在我们长州来说 招待贵客 非常有益 不但是给你一种甜蜜 一种美好 更重要的 你吃了这个味道你忘不掉 里面是夹心的 你吃到里面 淡淡香的汁香味了没有 特别好吃 它特别松软 网油卷外酥里嫩 绵软可口 甜而不腻 听季全宝说 网油卷不大好吃 还承载了很多历史传说 令人津津乐道 我记得是1983 84年的时候 著名的诗人艾青 回长州 他吃了这个网油卷以后 和我们文化绝对领导说 这么好吃 我要带给我夫人吃 我们就说你不要带 你现在趁日赶快吃 你如果待了五分钟时间 这个网油他要日增冷缩 要缩掉 他不信 都变软了 因为他夫人长州人 我说他吃过了 你快吃吧 所以他不信 最后带回去 吃这个网油鲜 就毕掉了 毕掉了 还有8380年 我们著名的艺术大师 刘海说回长州省庆 省庆的时候 他就是专门要点一道网油卷 最后 那个是传统工艺 要把它做好真的不容易 后来查 我们长州的厨师中间 还在我们百年的老店 请来了厨师 最终把它做成了 吃了以后 他最后 这才是真正的香仇 味道香仇 时间上的香仇 所以一道点心 一道菜肴 它背后有许多它的文化 对于长州人来说 网油卷不仅是一道传统小吃 也是一份家乡的味道 更是一段历史记忆 品尝过网油卷 季全宝又向我们推荐 另一道常州名菜 红汤百叶 这个百叶在我们长州 它叫百叶 你刚才讲 这可能叫千章 在我们这个地方上 它历史很有点 它也有近千年的历史 它是从质量文化的时候 延伸到现在 而且它的地表性很重要 它就在一个地方 它叫恒山桥 那个地方 这道百叶做出了名 所以老百姓家里面 不管是有重要的恋情 包括所有的客人们 都喜欢点这道菜 百叶肥厚细嫩 质地柔软 据说恒山桥的百叶 早在明清时期 就远近闻名 其传统制作记忆 一直延续至今 看上去很筋道 然后不散 加工工艺很筋道 它要用优质的大豆 具有这个豆腐的嫩度 对 还有香 还有香味 在长州 几乎大大小小的餐馆 都有这道红汤百叶 它是长州人餐桌上 最受欢迎的菜肴之一 各地游客来到长州 也都会品尝这道菜 迎合我们这个懈怠人 或者是过去 我们的父母 长辈们 这种饮食习惯 叫吃着妈妈的味道长大 那么这种味道呢 就是我们长州特有的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味道呢 我告诉你 长州人的特点是南冷北下 长州所有无地区 无地文化 但是它的美食 都是从鱼米之下出来的 但是长州人 是永驾南斗的时候 从中原地区过来的 所以它从讲话 语言 美食 生活习性 都具有北方人的习性 南冷北下 长州方言 你听 它就很快 声音后想亮 苏州无地 它完全不一样 无浪暖语 它就是无浪暖语 所以长州人的美食 它的品味 也就是和南冷北下 有密切分不开的观似 所以人家说 苏州还有上海 他们吃大米比较多 为什么长州人也喜欢吃面食 就是南冷北下 饮食的 长州菜肴既有传承 也有创新 融合了各大菜系的精华 很适合现代人的口味 听季权宝说 长州菜也提醒了 长州人开放包容 博彩种场的特点 他希望更多人喜欢长州菜 也能从菜肴中 更多了解长州的美食文化 走进居民社区 感受生活巨大变迁 现在的生活呢 就是芝麻开放 积极高 圆梦工作室 给残疾人带来 无限温暖和帮助 政府不主办 这样一个平台给我们 我们这些人就是在社会上 就是说学散了 对吧 远方的家 百集系列节目《长江行》 第87集 《圆梦长州》 正在播出 长州市只有18公里长江岸线 但却为长州的经济发展 和物流交通发挥的重要作用 2008年建成的洛安州港区 是一座理想的深水粮港 已是国家一类开放口岸 离开市区 设置组驱车来到 位于新北区春江镇的 陆安州港区 跟随工作人员 来到集装箱码头 长江在长州段的江岸线 只有18公里 其实跟其他的城市相比 它的江岸线并不长 那为什么要在这么一个距离当中 建设一个口岸呢 还是国家级的一类口岸 因为口岸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第一窗口 也是一个城市的一个形象 我们长州当地的工业发展也相当迅速 尤其现在工业贸易 对港口的需求也是来提升 建造这样一个中央性的码头呢 有利于促进我们的内需 扩大外貌 提升我们区域的影响量 作为长三角地区 智能制造业基地 和科技创新中心城市 长州的物流运输需求 也在不断攀升 2006年 江苏省港口集团 与中天钢铁集团 共同投资建设陆安州港区 港区码头全长仅1000米 水深13.5米 有4个万吨级以上驳位 如今这组港口 已经成为长州对外贸易的 重要门户和区域物流中心 那从08年到19年 10年的时间 码头发展的怎么样 港口发展的情况又是怎么样 确实来说 通过这10年时间发展 港口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业务量也是昨年稳步增长 那么从08年第一年 我们就装箱 当时仅仅就27000多箱 到了今年以后 我们基本上能突破 32万标箱 从第一年的散货吞吐量 年仅100万吨 我们到今年为止 我们基本上已经突破了 2300万吨的吞吐量 马志平在这里工作了10年 也建成了这组港口的发展变迁 通过这几年的招商引资 很多外资企业进驻 包括一些汽车领域的 包括我们包装行业的 以及钢铁制造业 以及长州的光伏业 都蓬布发展 出口量也是昨年地震 所以我们港口的业务量 也是昨年排升 对物流的需求也增大了是吗 对对对 因为海运物流 代替企业传统的公路运输 以及通过其他周边港口的 这种运输 降低了企业很大的物流成本 那么这样子也对企业 对外向型的经济 以及国外开拓 国外市场带来了很大的机遇 听拿志平讲 港区所在的江心州 位于长江主航道 是建造港口的理想地点 但为了建造陆安州港区 曾经在江心州上 生活的几千村民 全都搬迁到了春江镇 使他们的生活 也发生了很大转变 离开港区 我们来到几公里外的 春江镇陆安州社区 见到了元党支部书记 周启隆 当时我们这个地方 都是这个乱者 就是在这个小岛上 新过来的 现在都在这里面 发生反应不得的变化 我们现在老女人 她有这个天后以后 有养老保险 这个有医療保险 白天就是在这儿 就是打打牌 打打牌 还有在这边晒晒太阳 假讲长 您好 您都认识吗 这几位奶奶 她们认识我 都认识 您是什么时候搬过来的呀 2008年 2008年 原来就是住在江津州吗 江津州像一个洞一样的 四面是江啊 四面是江 四面都是江 大江小江 那我去江津堡了 最山津堡的山津 山津路 一带外边就山津 是吗 那要是从江津州到外面去 都要怎么出去 小船 小船 这几位老人 也曾在江津州上生活过 听他们说 20世纪80年代 江津州才开通了温度 之前人们外出都是坐船 那时交通十分不便 自然环境很恶劣 生活极为艰难 我们这家的东西 路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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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 八十八 这就是江津 我四中都是江津 这个呢 要定乱了 就是无论的 这个就个家了 字贴 字贴 个家 日水贴 日天贴 日地贴 日水贴呢 它有洪水 有洪水 洪水发展起来的 当时我们这个蒋鸡很哀笑 散鸣要倒两次 倒会的这个清静非常起来的 过去在江津州上 江水经常冲垮为低 冲回村民房舍 恶劣的自然条件 让村民们饱受困苦 人妈在下 人妈有的钱爱挑 没有的钱爱挑 要挑战 我们吃的苦很 我们吃的苦很 吃的苦很多 为了改善生活条件 村民们曾付出了很多努力 但依然变化不大 直到2008年 因兴建陆安州港区 江新州上 一千多户村民 全都搬迁到岸上 生活条件得到彻底改变 都已经搬过来 十几年了 再想起以前过的生活 还是非常的记忆犹新 我们聊好了 现在我们 怎么现在好了 我们主席 给我们的生活费 生活费 现在搬进了新社区 住上了楼房 村民们的工作生活 都发生了巨大改变 这也让老人们感到十分新闻 家家户户 至少有一辆汽车 都买几辆汽车 交通要方便 这个议事主行 老人有养老保育 以前的交涉法 日报 家庭那里买了 这个菜单保育 现在生活呢 就是芝麻开花 积极高 周启隆在陆安州社区 做了六年当这部书记 2013年 他退休之后 看到社区里很多残疾人 生活比较困难 并想为这些残疾人 做点事 能帮助他们改善生活 于是退休后不久 周启隆就创办了一家 圆梦工作室 专门帮助残疾人 辅助行就业 我们来到春江镇 社区服务中心 他所创办的 圆梦工作室 就在这里 这是2013年10月的 这是首席成立的 2013年 那这个圆梦工作室 当时是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这个地方 就在这 我们就在福建 就是我们小区里面 为什么要进到小区里面呢 这样子呢 他们呢 秋军秋年 在家门口 因为他们行动不方便 他在这儿 就是我们2013年10月份 当时就是我们这里十字绣 十字绣呢 当时呢 就是我们两个用 就是15万块 15万块钱是利润 还是说 不是工资 工资水的 工资水的 我们是代价工的 代价工的 周都扰钱就给他们 就分给工人的 他们按劳垂脚 抖牢抖的 那当时工人们 最多的能拿到多少钱 最多三千多块钱 少得最几八块钱 七八百块钱 因为他们那个 谁操作的这个缩令程度 还有自己参业程度不一样 都得抖拿 少得少拿 但是或多或少 大家都能够自食其力了 自食其力对 自从圆梦工作室成立了 周济龙把全部时间和精力 都放在了帮助残疾人就业上 他的辛劳和努力 也得到了回报 企业委托加工的订单 逐渐增多 残疾员工收入也不断增加 这让越来越多残疾人 来到圆梦工作室 为帮助更多残疾人获得就业机会 在新北区残联的帮助下 2014年 残疾人就业圆梦中心正式成立 并在全区具备条件的乡镇和街道 设立圆梦工作室 我们现在残疾人比平常的人难 为什么呢 平常一小就会 他们都是平址 没有文化 没有基设 要叫他讨贵 很不容易一些事 所以我们一路走过来 他不够感 克服了很多的困难 我们2018年 工资是两百八十五万 累积到现在为止 我们是新的工资 一切一步都完 全部都发放给了 需要帮助的人吗 这些残障人士 全部都参与人 这个一切多万元 就汇集到我们的参与人 我们刚开始 只有十多万元 现在发展到 染上不完 为了联系更多产品订单 六年来 朱吉隆不仅跑遍了 新北区的大小工厂 还跑遍了 临近无境区的上百家企业 现在正在工作 那上班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早上八点半 八点半 下班呢 十十点半 四点半 就是比普通的工厂 要早下班一些 我们的上午十几钟 就十分钟的扣担超 下午三点钟 康复出面 我们不仅仅是全员 还在康复脱养 也担任一起放 不仅仅是工作 还有康复 还有脱养 走进圆梦工作室 感觉这里很像一个小型生产车间 几十几十名残疑人在工作台前加工的零部件 听周杰众 听周杰隆讲 这里几十名残疑人会根据各自的身体情况 分成几个生产小组 大家分工一切 您好 您好 您这是在做的什么工作呀 这个就是我们做的这个短置板 短置板 把这个零件做安装是吗 是安装 您在这边工作多久了 工作了两年多了 两年的 两个人一块在这边 搭档做 耿龙人和妻子都在这里工作 一个月能有两三千元收入 不仅生活得到改善 心情已比过去好了很多 在这个工作妈开心了 开心的 都有什么事让您开心的 在这边交流交流 大家有什么 都可以想想 去做对吧 也是一个交流的平台 交朋友了 那在这边有交到多少个朋友 都靠姐妹一样的 都像兄弟姐妹 很和谐的 很和谐的 在圆梦工作室 周杰传记人不仅增加了收入 更重要的是 他们感受到社会的认同和温暖 在这里整个一个残疾 我们这时候就能组合在一起 非常的开心 我们也不考虑赚多少钱 这样子过得开心 在大家在一起可以说说话 聊聊天 对 陈建伟今年50岁 因患有脚儿麻痹症 腿脚有些不便 来到圆梦工作室 让他感受到家里的温暖 我觉得像我们 这辈子当中 最大的社会 就是荣幸 我觉得 为什么说荣幸呢 因为 没有政府 不主办这样一个平台给我们 我们这时候的人 就是在社会上 就是说协善的人 对吧 并非就是没事干 无聊 在家的 比今晚在这里面 多少年中到的钱 还能补贴补贴我们 残疾人的生活上的 那个精致负担 对吧 嗯 圆梦工作室 还配备了 这套康复设备 和一名康复医师 每天指导大家 进行康复训练 听周济龙说 残疾人在这里工作 每天上午会安排 康复健身操 中午由政府提供的 免费午餐 还严余管理 严余管理 这是管理 就是我们今天呢 搞了一个 员工文明公约 文明公约 这文明公约 都有什么内容呢 还有生产 还有质量要求 这样子呢 大家讨论 讨论之后呢 大家在文明公约 要亲自 亲自以后呢 就在那 因为文明公约 我们现在要 做出养 脚的要批评的 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让大家能够 融入集体 自我管理 自我管理 融入社会 融入集体 新北区政府 每宁投入 200万元资金 用于圆梦工作室的建设 由于政府的支持 企业支付的货款 可以全部用于公司发放 我们不仅仅就是 辅助允求的 而在把它集中起来以后呢 就是康复训练 还有搞一些 这个金刚才的讲究 还要走着赛位 去搞一些踩踢啊 要衣服赛啊 还一直参考学习啊 搞一些文艺节目啊 还有我们呢 去度生日 直接给他们 一个蛋糕 在这边吃 还有带一份回家 他们感受这个 家庭的温柔 听周济龙说 每个人过生日时 都能收到两个蛋糕 一个在工作室 与大家一起分享 另一个带回家 这么多年来 发展到这样的规模 最不容易的是什么呀 是管理 管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的问题要说 他们的城市推荐 包括我们 包括我们产品质量 包括我们暗用产品材 还有我们这个思想情绪 这个里面就比较难 还有思想情绪方面的 对 要让这么多工作室 持续运行 必须依靠好的管理制度 如今 每个工作室 都有专人负责 核算公司 统计工作量 做到每人一本账 周济龙还制定了 四个统一管理模式 即所有工作室 统一联系业务 物流配送 安排生产和工资结算 听说好多地方的人 都过来您这儿学习 想要开办类似的工作室 是吗 我们这个农舍 才全选推荐 2018年 我们才江户选 全部推荐 现在全国估计 包括广西 新疆 山东 广东 都来参观 全国估计都有人来参观 您觉得 圆梦工作室 能走到今天 秘诀是什么 或者是说 成功的要素是什么呢 第一个 就是我们一个信念 就是要全人全局的 全人的真心 要帮助他们 要真心帮助他们 你不真心帮助他们 这个事情就做不好 所以我们过往重新 就是要为财员 无幸福的 带着这种感觉去做 一定要带着这种感觉去做 因为这个感觉 你不容易用心去做 可能做不好 周杰隆说 要让工作室良好的运行 最重要的是 用心和用情 然后依靠集团化运作 和企业化管理模式 他希望每一个圆梦工作室 都能更好的发展 帮助更多残疾人 走进中国江写第一村 参加江写评比活动 到时候他们就会 打电话过来去 快点发行写了 品质非常极限 品尝银河江写 倾听村民的心声 真的很好吃 它吃在嘴里的感觉 就有点像这个 咸蛋黄的感觉 对 远方的家 百集系列节目 《长江行》 第87集 《圆梦长洲》 正在播出 长洲自古是鱼米之乡 物产十分丰富 在新北区 孟河镇的银河村 由于景好长江 自然条件 很适合养殖江蟹 村里有近 7000亩江蟹养殖基地 被誉为中国江蟹第一村 设置组离开春江镇 驱车十几公里 来到银河村 银河村地处 长江饮用水 一级保护区 有三条河流连通长江 水资源十分丰富 为江蟹的养殖 提供了良好条件 我们来到村委会 听说村里的养殖户 正在这里进行 江蟹评比活动 我们一路村的蟹农 打扰大家了 他们正在进行评比 现在就是 对对对 已经自主地开始 评比起来了 对对对对对 因为现在是螃蟹 本居是上次都忘记了吧 养殖户们每月都会举办 江蟹评比活动 大家把自家养的江蟹拿来 看看谁家养的好 彼此交流一下经验 这是您养的 然后您家养的呢 我能看一下吗 讨论一下怎么样 底板才会干净 才会干净才会白 就是您养的 您觉得这位养的这个螃蟹 底板特别的干净 然后油亮 像刷了一层油一样的呀 因为我们迎合这个 江蟹和大闸蟹 同属于中华融蟹蟹 但银河村用长江水养殖的江蟹 外形金饰饱满 色泽光亮 青壳白度 金爪 金丝毛 爪子修长坚立 爪子修长坚立 这就是长江蟹的 对对对 这就是江蟹的基本的 江蟹的优质标准 对 过去银河村以种植水稻为主 2013年村委会投入资金 修建水利设施联通水系 并通过土地流转 在三千多亩水田里养殖江蟹 就是大家通过这个交流的场合 其实不光是在评比一下 哪家的蟹子养的比较好 也是在交流经验 但是大家都是卖螃蟹的 养螃蟹的 不怕把自己的好经验交流出去 自己能买 不好了吗 整体这个地方口碑出去了 不管谁的价格都会往上折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整个这个地方的口碑 口碑的口碑计量好 那整体的地方的价格 也比别的地方高 就像杨城湖一样 它每家每家都它也独立的 它爬竞争嘛 它也爬竞争 但是杨城湖的牌子已经打出去了 它比别的地方的旁锡就贵住了很多 这个品牌效应 大家就反而变成还有这个概念 这个意识在 所以说大家先团结起来 拧成一股神 把这个江蟹的品质做好 品牌打出去 银河村过去是贫困村 近年来 靠着发展江蟹养殖 银河村不但摘掉了贫困帽子 还打出了银河江蟹的品牌 丁建国是银河村最早的养殖户 它带来的江蟹个头很大 这是几两蟹啊 张牙舞爪 它伸展起来的时候 得有多长呀 对 它这个就是长江蟹的特别 它就是说我们这边鞋特别 江蟹与其他螃蟹相比 腿脚更修长 个头更大 体态也更灵活 由于采用池塘放养的方式养殖 这些江蟹野性十足 现在效应怎么样 现在很好 很好 东海到哪 北京和广州那边 还有上海 我们走得比较多一点 尼尔县城市为主打 对对对 因为他们吃了我们螃蟹 就说吃过我们一次 它不会就说 选择这个 就是定点的 江蟹由于产量有限 经常供不应求 价格也比湖蟹要高 听丁建国说 银河村不仅组建了 水产养殖合作社 还成立了现代渔业产业园区 靠科学养殖技术 如今江蟹年产量 已经超过200吨 每亩水田的收益 也翻了几倍 就是说到时候 他们就会打下来过来吃 快点发螃蟹了 螃蟹好我们 对品质非常 对对对 它吃了我们的螃蟹 就是口感 对线 就是相当好 就是和别的螃蟹 就是说吃了之后 我们的肉质很甜 肉质脆 鲜美 银河村目前有40多家养殖户 江蟹年销首额达到上亿元 被中国渔业协会授予 中国江蟹第一寸的称号 为了打造江蟹品牌 每年银河村都要举办 江蟹美食文化旅游节 看过江蟹 我们跟随几位养殖户 来到村里的合作社 见到了养殖户王剑东 这些都是您家人 还是雇的工人 这是我家人 亲戚 对亲戚 对对 帮忙的 帮忙的 这帮忙的 这为什么要到了晚上 开始绑蟹呢 绑蟹有人要就需要 就拿什么时候绑 有人什么需要 就什么时候绑 因为他白天去的订单 订单 像明天一早要发货 所以今天晚上 他都要把它狂讨 然后呢 就是我们比如江蟹 打包 统一的包装 打包好 王剑东夹载江蟹 他有十年的江蟹养殖经验 看到银河村的水质好 他便承包了 一百多亩水田养江蟹 像我们这个螃蟹 就是我们发出去的 人家订 比如说三两的 我们每一个都进行过称 必须要保证它三两的 甚至就是说超过三两 不能就是说像人家228 227的 只多不少 对对对 这个必须要硬规格 听王剑东说 他家的江蟹大多卖到北京 上海广州等大城市 白天接到订单 晚上就捕捞江蟹进行包装 他正好要去捕捞江蟹 我们也跟他一起去看看 像这水平常要怎么护理呢 护理呢 一个呢是靠长相水 长相自然天然天然水 下来经常要加水 靠长相那个水好 就要加水 第二个草要五花 要五花草 杨蟹就是需要一个 杨蟹水五花草 什么事情就好办了 要把螃蟹生存的这个环境 环境就搞好 弄好 杨蟹最好一个环境 我们跟随几位养殖户 来到水塘边 借助手电筒的灯光 看到一只只姜蟹 爬到池塘边 这边那边多 看到角落里面 看到了看到了 这个还不算多 要多的是 这上面密密麻麻的 这个当中脚 脚不行 脚都没法踩 是吗 就密密麻麻的 对对对 每天傍晚 姜蟹都会钻出水面 爬到水塘边 正是养殖户们 捕捞江蟹的最好时机 适量的工的 这还没承重呢 肉眼就不能看得出来的 这个就是适量工的 这一只就要 这一只就相当于 适量五到五年 适量五到五半斤的 这是工的还是母的 都是工的呢 都是工的 村里的螃蟹 从几月份开始 就是它的这个收获季节呢 收获季节 九月份 九月份开始 阴历 农历 农历九月份 可以收到什么季节呢 可以收到哪 我们正常情况到沟里 要带半个月 就基本上我们 要基本上就算了一下 要清晨了一下 江蟹比湖蟹的成熟时间 要晚一个多月 每年中秋过后 一直到新年 都是江蟹的捕捞时间 我就很想知道 您抓螃蟹的时候 都捏哪 抓螃蟹讲究技巧 手指不能伸在蟹喉前面 否则很容易被夹到 因为我刚才在抓紧它的时候 我感觉到它的钳子在往下探 对对对 它肯定要咬你了 因为你抓住它了 手指还不能弄出来 放平 这两手不平 我抓住它 它的大手基本上不动了吧 这里按住这个脚 为什么呢 就好像被点了鞋一样的 对 你按了这里 它就不会动了 随便你 爬到水塘边的江蟹越来越多 不一会儿功夫 王建东就捕捞了几十斤江蟹 他把江蟹清洗干净 准备蒸上几只 让我们先品尝一下 这有多少只啊 这里有十只吧 是一二十只 一二十只啊 对 这样就把盆起来 把锅盖盖起来 开始打火 江蟹被放入锅中 装满冷水放在火上煮 大约十多分钟就煮好了 刚煮好的江蟹 色色鲜艳 金黄油亮 还散发着一股清香 谢谢王主 师傅 想看看 我加了一股螃蟹 谢谢 谢谢 螃蟹堆起的一座小山 当地人吃螃蟹是不蘸调味料的 对 感觉原汁原味 原汁原味 当地人吃江蟹都是用清水煮 吃的时候不放任何作料 这样才能品尝到江蟹的纤维 抓的时候特别有劲 然后煮熟了 感觉要掰也特别的紧致 对 特别紧实 这个翻角 如果这个一翻下来 如果这里面把肉带出来了 就说明这个螃蟹质量不行 不行的 肉不够紧致的 对对对对 里面就说比较空 记者好不容易把蟹壳包开 看到里面满满的都是蟹黄 满糕满黄 对 非常的饱满 嗯 这黄也是这种非常饱满的橘黄色的 对 尝一下 哇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它吃在嘴里的感觉 就有点像这个咸蛋黄的感觉 对 哇 而且它的味道非常的浓郁 江蟹不仅个头大 蟹黄多 肉质也十分鲜嫩 王师傅 你养的蟹真好吃 好吃 好吃 因为你需要这里的水 水质好 水质好的 长江水 长江水 嗯 长江的水质是好的 对 用长江水养制的江蟹 味道更加鲜维 蟹肉紧实细腻 信息品味还略带甜味 我觉得来到村子里面 看大家就是在这边 平比螃蟹养螃蟹 给我的感觉就是 特别感谢这一江清水 真的是感谢长江水 给大家带来这么富饶的一片土地 特别近两年 长江这里 水啊 水质是一个也好 哦 长江经过这里之后的水质也好了 对对对 所以对于养蟹户来说呢 对我们来说 就是说我们以前 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好 现在的话 就是我们经水 一般测下来 水质都是都达标的 所以说长江水质的改良 其实在养殖户这里 也能够非常明显地感觉到 对对对对 长江水 治理不好的话 我们打进来水 一测试测下来 这个水质哪里偏高 我们就不可能往泄糖里灌水 像打热天 特别要水的时候 没水进去 那对我们 造成很大 对很大的影响 随着长江生态保护工作的推进 长江水质也明显改善 对长江沿岸地区 发展生态农业 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如今长江水质越来越好 给养殖户们带来更多收益 那么对于未来呢 未来各自有想法吗 王师傅 您有想法 我们要把这个螃蟹养得更好 因为一个长江水搞好来 我们这个螃蟹 肯定要 品牌要打出去 挺觉得要更好的 更好 对 像好的吧 长起来的 一定要螃蟹 未来的话 要政府部门 来更加的支持我们 就是说农村振兴吧 就是带动老百姓 不是光是我们养殖富 就是慢慢地富起来 我们螃蟹有名了嘛 就是说把这个鱼油 搞出来 就是带动老百姓 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 长江生态环境的改善 让养殖户们成为 实实在在的受益者 他们希望在发展 江泽养殖产业的同时 还能发展现代观光 休闲农业 带动全村人共同致富 随着长江生态环境 越来越好 他们对银河村的未来 更加充满信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